谁能秒杀一整关世界僵尸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神器大战僵尸的系列节目 喜欢这个系列 记得点赞投币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好的 正片开始 第一个魔斗神器 诶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解压 这一击 把所有小僵尸都飞到场外了 这个有点像熊果的秒杀感觉 不过打这个巨乱的话 是有点困难啊 话说回来 他召唤了好几个原始豌豆 其实也能击杀所有的世界巨人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能净塔神器 你们懂的 直接能够把他们全部消灭 麻烦大家把能净塔牛逼打在公屏 飞碟神器 被动技能也能秒杀世界小僵尸 主动技能一出场 一个大飞碟盘旋在空中 然后把这些世界小僵尸 通通都给吸走 最后就是丢下一些小金币 所以他的成绩和魔斗是一样的 只能够秒杀小僵尸 恐龙号角神器 能秒杀的小僵尸 但是能造成很久的群体 雷龙的大脚也是只能造成 不能秒杀 退化神器 被动技能也能有概率秒杀小僵尸 主动技能把很多小僵尸都变成小鸡 所以的话算是可以秒杀大量小僵尸 第二次使用 你们懂的 这个僵尸变得花里胡哨 各个世界的巨人都有 天空 日本 功夫 童话世界都有 穿天后比较特殊 被动技能小炮杖是百分比的 但是他的大炮杖的话 反而是比较难秒杀小僵尸 好了 那本期神器大战僵尸就先到这里 想看神器PK什么僵尸 可以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点赞关注评论